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2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政府社会处28号在吉安乡的浩克艺术村 办理了110年度花莲县社区福利永续扎根计划的成果展 同时也表扬了110年社区发展工作评鉴的机油单位 由县长徐真伟颁发了奖状和奖金 以示加冕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来让社区共荣发展 花莲县政府社会处28号在花莲县吉安乡浩克艺术村 办理110年度花莲县社区福利永续扎根计划成果展 新闻徐总维表示 县福积极整合县内各个组织团体组成的协力团队 提供社区福利化工作的辅导咨询交流学习等服务 并以跨领域与专业的共同伙伴合作 推广福利社区化的工作基础 需要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的事务 那我们在辅导整个社区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努力 而且凝聚以及共识 让花莲更好 所以花莲有心 有五心 而且花莲更有心 因为有所有大家的一起努力 对不对 所以这位要谢谢大家 今年疫情很辛苦 我要谢谢刘淑珍乡长 还有所有的村里林长 真的 红单黄单绿单蓝单 浅红浅黄浅绿浅蓝 什么都发了 对不对 所以要拜托大家 第二季还没有打的 不要拜托赶快出来打新冠疫苗 好不好 好 福利社区化成果的发起 以及联系是相当的不容易 在社区福利永续扎根计划的推展之下 社区赔利也有相当的成果 宣服期盼吸引更多有预言的伙伴 共同加入推展福利社区化的行列 来达成社区福利化的在地落实 记得终于减少不到